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我們在這邊是 穿文重新的一些動作式的一些方式 那大家可以知道 這邊本來是通知總部 然後來就是玩氣象的 加強的風吹 然後撐掉了水跟牆 所以現在這件事情 大家會被任意走進來的地方 然後我們有一個三 從上午到外外 都在這邊任何人可以來跟我聊天 那而且跟我聊天的就是五花霸能 從發音能共激流來分享 到想要把外星人徵造大使館 那現在每一個我都可以把他引導到社會創新 因為大家都知道竹子稿或者錄影 像今天是錄影會公開 所以來的大概都是講過夢裡 所以我夢期那一位 後來我們就討論能資源循環 除能見能金書 那那個Layer運動的那一位 後來我也跟他學會 就是從太空中看地球 可以沒有那種國界的那種運動國際 我今年就是跟國外視訊 你們都是跟國外視訊人的手勢嘛 對方還到他 對我們是一步做一件跨越國際的 很多人都很關心 大概這個就是 我們這一個社會創新 就是不管怎麼樣子進來的立場 都會安排去到共同的永續的價值 那有十一位想要問說 我連之前聽過我談 我叫二人的成功經驗 絕大部分都去考慮到人性 那當然那個是政府非常助理 學習到你作為程序 但是也常聽到黃人都表示 當你作為程序 不顧人性沒有溫暖和抱怨 所以希望分享所在建立制度的時候 如何顧及 然後上一條人性 上一條跟國外視訊網的經驗 上一條 謝謝 那這裡其實 我是覺得 SOP 跟人性是不相矛盾的 因為我們在就是 探索不利害的關係 以及去清聽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一條SOP 我的網站就是 DigitalMinistry.kw 那在上面 就是有各種各樣子的 關於我們社創的 簽名等 以及關於開放政府的一些資訊 我們來切換到網上 可以進去 謝謝 謝謝 好 那然後如果按提供政府的話 其實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任務 有這樣子一套系統 叫做開放政府聯絡 那開放政府聯絡人呢 到底有哪些議題要進行協作 到底要怎樣進行訪談 到底要處理哪些議題 比較適合 用開放政府的方式做等等 這些都是有SOP的 而且看起來就是 非常清楚的 連投票的規則啊 代表操課啊 怎樣邀約訪談啊 怎樣寫訪刀啊 怎麼做到訪談紀錄啊 之前的一些就是 不要做的事情啊 比如像說 搜集更多資訊的時候 不要急著解釋聲 不立場 等等的這些啊 大概都是有SOP可以做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說 本來部位的朋友 本來部位的朋友 還是有開過 從廷後說明的這樣的經驗 但是呢 他看過這個SOP 而且我們辦公室的朋友 帶著他這樣子做一次之後 其實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忽然間從民間的 就是對話裡面 他也發現說 民間覺得他很有人性的 他很有溫暖度 因為其實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叫做 所以說 我的SOP就是不管任何時候 如果你批評我們做的政策不好 套學能力能用到爆炸等等 那我一定就是說 那開門造群 你行你來 你行你來 就是一個SOP 那或者是開門造群 這個態度可以是一個SOP 我們社創說 眾人之事 眾人主持 這個也是一個SOP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說 這個人性的溫暖度 大家實際上操縱過的一些經驗 能夠把它就是結合一些實際的例子 然後把它列成這樣子的注意要點 但是更重要就是說 要在一種就是壓力比較小的情況下 多多操演幾次 我們以前協作會 到現在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實際的案子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從協作會大概八十一案 裡面還挺有意思 因為我們每一個月 是挑票選出兩個案子 那一個案子是由公務員 就是各部會員 天方政府的公務員自己去票選 另外一個通常是 用公餐子網路參與評判 就是連署案的民國案 所以有公餐的部分 也有社創的部分 大概兩個會各一案 那其實大家只要看 大概就知道可以猜 哪個是哪個 所以就是說如果是民間的提案的話 通常就是跟這個生活 相當有關係的 好比像說 這個我們要終止神諸中央比賽 這個結構性的案子 已經不知道多少年了 對 那但是如果是部會自己提的話 好比像說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企業的CSR要怎麼投入藝人項目 或者是說故宮的那個說明卡 怎麼樣把它做得更容易讓各個年齡層的朋友都看得懂 那所以如果是公務員自己這邊提的 因為它感覺上比較軟 確實是在那邊做 但是事實上他們的關係 仍然是非常廣泛 你的小題還是可以大做 但是至少這個是我們最懂的部分 所以我們有這個信息 能夠把他的訪談做 事實上有精神展的這案協作 就是在公眾這邊辦的 那他就是讓各種不同精神狀態的朋友 都能夠去體諒到彼此的轉化 而且聯繫到過往以前的很多藝術家 畫家等等 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些精神有多元的情況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很有意思的一個題目 所以一個小題為你們的大作 我剛才電話給師說 在做小題目的時候 大家就得寄出一些信心 因為他就是把自己工作上面 最需要就是跨界討論的部分 可能也實際討論的 只能因為你最短所以 大概也不會爆炸 那這樣子累積了多幾次的這種經驗之後 真的風暴那種有可能爆炸的案子 比如說中止審柱 中央比賽案其實也沒有爆炸 好像也處理得蠻好的 所以大概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法 來進行美麗的工作 所以如果這些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參考我們的就是協作會議的網站 就在我們PVS 如果按開放政府的話 就可以看到之前的一些經驗 我們來追問 就是說最新問題會跑在右下 所以我就是 同樣的就是會兩邊都看 所以有失眠師就會把一些最新問題 就是挑出來回答一下 那他再提到說保持溫度 保持溫度的實力啊 叫做暖實力 那暖實力到底是怎麼定義呢 其實暖實力這三個字 並不是火花母的 他是就是台灣can help 這個概念出現的時候 那各個住處的人員 其實不是很確定這個要怎麼翻譯 因為大家可以翻譯台灣能幫忙 但是這個就好像沒有台灣can help 那麼你知道就是 抗槍有力 那所以後來我就有一次去應該是 就是美西蘭的時候 碰到一個奧克蘭住處的 一位朋友 那他是就是外交官 然後他就說 他就應該要叫做暖實力 那後來他就身體力行 就開了一個 Facebook的一個粉絲面 就叫做台灣王 power 那跟幾個 也應該是外交人員吧 一起來經營 那所以經營好像也還不錯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後來我們就把台灣can help 這個本來是 就是衛福部為主 就是cause for all 看完can help 後來變成 global cause 看完can help 的這一部分 在中文口語解釋的時候 把它叫做暖實力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是有能力來幫助所有正在碰到 不管是要是把目標裡面的任何一下 我們大概都已經自己解決過一些了 那我們解決的方式 我們是非常願意崩開出來 跟大家分享 而不是說用一種好像殖民的方式 那如果互不出錢 那不會讓你的黨口 還要給我們之類的 然後我們都做這種事情 還是別的政權做的方式 那所以呢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發揮自己的優勢呢 主要就是我覺得兩個方式 一個是說我們解決自己問題的時候 後遞相數下 我們都會辦 總統的N&A克松 那總統的N&A克松 其實從第一屆 那當時我們的 就是超隊士 那不是 就是雙隊士 還有就是聯合組隊 社會局 他們有聯合組隊 社會局 那也得了就是冠軍 就是我們每年會有五個冠軍 那每個冠軍呢 他都是會同意是那一年的就是 偵測自來水的漏水 本來是要簡陋員 就是手動的去拼 那平均要兩個月才能聽到漏水 但是後來用我們這個AI的方式 就可以兩天就聽到漏水 那無論是哪一個解決方案 我們當講給他的時候 也是一個台灣的形狀 然後底下有一個投影機 然後一大片這個投影機 你就會看到這個很深處的牌 被投影出來 然後 所以 這就是總統承諾說 就是你就是 不管你這個 在這三個月花了多少時間 做了多少事情 我們都會盡可能 就在西向十二個月裡面 把它就是增幅 把它變成就是全部都 都使用一個國家型的一個政策 那所以 這裡的重點就是說 第一的 我們是用聯盟粉絲 發生的料 特別像說 像這個 就是 叫做什麼 搶救水管 的這個隊伍 它就是六年四嘛 因為它解決的是漏水的問題 那 所以我們不只是把它增幅到全國 我們實際上是透過 像總統承諾對客送這樣子的平台 讓它分享給國際的評論 每次 UNG月園 這個在推案的時候 我們也會給就是相關的這些單位 我們所有就是最近一年獲得總統 美尼克松的前十強的這個說明 那所以他們只要一看到說 那有哪些論壇 是在講SDG六 他們就給去分享 那去分享的話呢 這就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們仔細用這個所謂指定 第二個部分是 人家來找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地來做配對 像說那時候有希臺 有希臺平常沒有缺水問題 但是因為企業後面以前 他們慢慢開始的 那我也認識公司 就發現說 真的只有台灣姐不願意 跟他們用開放式創新的方法 來共同創造 其他的 好像說以色列 也有一個公司做類似的事情 就是它就是專門賣套 重新軟體 事實上是不會派人去那裡跟他 共同創作的 那也就是說 對我們來講開放式創新是我們的強項 所以事實上這個得獎的隊伍 後來就是有一個跟他們一起工作的三個月 對你幫他們訓練出他們自己的 為一個水公司的 比如叫Skada 比如說就是工業控制系統 來把水壓水流量什麼 直接變成一個 能夠預測漏水的一個偵測系統 但是這個最後訓練出來是他們自己用的 而不是說變成就是 就是 他在水公司賣給他的這樣子的產品 那其實你可以想像就是 對一個國家來講 或對一個城市來講 他願意把他其實的水壓水流量 給另外一個國家的人去做的知識和分析 其實它是代表一定程度的性能 如果不是一定程度的性能的話 大概不會願意分享之狀 就是在bought-in上面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敏感的這些數據 所以對其他國家來講 第一個團體是一個職員信賴的國家 那第二個跟我們一起創作這些東西 沒有它是扶責任的保安目標 而且又可以直接適用在他們那邊 就比較不會有一種 好像就是為人組織的這種控制 那這一個我覺得也是 很大的一個優勢 呃 有位在這裏拿鐵張的朋友 問說 身為公務員 也很想提出創新的案子 但是很怕花了預算去執行提案 結果看不出具體的成效 反而被長官罵 這也是一種成效 那 想要獲得長官則嗎 那 議員 跟審計查 那 希望像我們會對公務員怎麼做到創新啊 分享我的想法 對不對 那其實呃 因為我們家三個都是去公交 我們可以比較了解這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會盡可能營造出 像從我們家可以送這樣子的一種空間 就對於公務員來講 他的風險是降低的 他的時間是就是比較有效率的意思 就是說生活品質可以比較高 可以早點下班 那以及就是跟民間的信任是增加的 那這三個當然很難說 一個創新三個都做到 但是 常常會出現就是 因為要做一個 犧牲到另外兩個的這樣情況 那 好比像說很多創新的案子是 幫民眾省一個小時的令期 那當然護行就增加了 但是事實上是要讓公務員跟爆肝 然後加班兩個小時 這種形狀案子常常被提出來 尤其是要爆肝的是隔壁人或隔壁人的時候 也就像以臨為禍 就這樣這一種情況 所以 我們的做法是我們在這邊做的就是 我們都做學歷上都不怕得不改善 就是 我們一次只增加一點點步行 或者降低一點點風險 或者是想一點點時間 但是我們絕對不犧牲另外兩個 所以就有點像冰水穿石一樣 慢慢慢慢就可以變成一種新的文化 我覺得以後比上說 像在龍門一和頌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各種團隊 他看起來好像是民間體案 好像一個什麼協會啊 或者一個什麼學會啊的提案 但其實你一看那個提案的文字 就知道一定是公務員寫的 差不多就是那個陳漢特科長寫的 然後 然後 就雖然不是用標牌圖 但是就是你看那個文氣 就知道說這一定是一位公務員寫的 你看 但是呢 因為是民間提案嗎 那彭化馬黑格松你參與 是可以請公家 所以如果到最後呢 這個沒有做出來 看不出具體成效 你可以組裝說這是民間的提案 我只是請了公家去就是協數民間嗎 對不對 那沒有事出來就當然了嘛 黑格松就知道嘛 對 但是呢 如果你這個風巧還真的得了請武搶 那就可以像 就是我們的那個柵欄找工作 制造那個隊伍的提案人 突然間出來的時候 其實當初是我寫的 光無聲也有個改變 我們大部分的設計都是像這樣子 像Smile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在內部會議的時候 一句跨部會的時候 長官跟楚官起來的時候 楚官當然不會舉手 那他就傳訊息給他的長官 那長官是沒有看到的 就是不同的話根本不會提出來 所以我也不可能會知道 有這件事情發生 但因為我主持的會議 可能就是一開始就開始了 32號口 所以呢這些數官就可以用 就是兔子啊小明啊 那有長的 這些身份啊 那這個盡情的去指出 目前在這套的這個案子 可能會歪掉的這個情況 那同樣你可以看到 這就是省一點點風險 降低一點點風險 未必有省到什麼時間 但至少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未必能夠增加性能 至少要更不幸的彼此 所以這也是一種怕樂圖改善 所以最簡單的就是 在設計這個復活的工作的時候 盡可能去想到這三個緯度 那各位其實也都是很有創造力的朋友 所以其實就是應該可以應用它在 緬天工作的情境裡面 想一想說有沒有可能在這三個 能稍微改善一點點 但是不要犧牲掉另外兩個 哎 長此以往這個創新的文化就出現了 好的 那我們也配一個 讀字的問題了 想請問在目前資訊流通快速的時代 如何讓自己的決策保持在對的道路上 而不是一個印象 或是幫倒忙的方向嗎 因為政府常常應用民意 要來承受某些事情 但是呢 這個不但沒有解決問題 而且可能有解決一點問題 但是創造了更多問題 一上手反而結果變得更糟 謝謝政委 有一個就是兔子形狀的笑臉 OK 好的 那我想問說 就是大家如果是有看到這樣子 就是資訊流通快速的決策保持在對的道路上的話 其實到底什麼是對的道路 我不確定到底有誰能講得出來 就是我們在公共行政上面 所謂對的道路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辯證的一個過程 就是有時候真的需要跑轉才能夠淋浴 大家不實際做一個就是不怎麼樣的這樣子 一個就是做法出現的時候 其實那些真正好的專業的武龍們 其實根本就不會出來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你就是非得做一些 王道王的方向 不然的話就是真正專業的朋友 是不會出來的 我想很多有上網經驗的人都知道 你如果只是偷說有沒有哪位大大能 做方法回答這個問題 我的問題無效 通常沒有人理你 但是如果你切換一個帳號 然後提供一個錯的答案 那馬上所有東西都偷出來了 所以這個事實上 這其實是一個叫做平安定律 就是已經是大家都屢見不審的一個情況 所以顯然就是你一開始就是要密集 就是要幫幫忙一下下 那這樣子才會有就是專業的朋友跳出來說 你搞錯了這個應該怎麼樣做 怎麼對呀 這類這類 那但是就是說你也不能讓他等太久 如果專業的舞蹈跳出來 然後你等個一年才恢復他的話 那久了他就覺得很失望 所以我們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說 一定要開試酒單錯 而且是公開的單錯 單錯之後 那一個禮拜之內 通常我們的這個 life cycle 就是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之內 就要把民間的這些就是 就是最酸的這些專業的這些我肉的朋友 的這種負能量就是會炒的不是有糖吃 是炒糖吃 從頭部的炒變成火部的炒 所以把它一起掉進廚房裡面來了 我覺得連通常都沒有提到 就是口罩2.0 其實在口罩1.0的時候 然後同時有兩個社會創新 都不是我這個發明的 一個是在台南這邊 一個叫吳振偉 他發明了口罩地圖 他覺得說 其實說用一個表格的方法 列出藥具的口罩層量 不如用一個地圖的方法 即時地讓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30秒刷新一次的口罩層量 因為這樣排隊的人才能夠確保前面的人 是真的有刷的 結果還看到兩天或三天 或者可能歐十遍口罩 那跟同時在2月6號的同一天 很多藥師也有他們自己的社會創新 就是發號碼牌 就是他早上8點到9點 先發號碼牌換一個健保卡 中午慢慢來過 然後到了三晚 然後再輕易回來 然後把換碼牌換回你的健保卡 加上口罩 這兩個社會創新 單獨來看都是很棒的東西 但當這兩個一起裝身 然後就爆炸了 我在附近有一個藥具 那個藥師甚至用那個A4指在門口 可以不要相信APP 請看吧 因為今天要自己一張A4指 可以很怕 就是不要開地圖 對 總之就是說 因為就是大家如果有實際用過 補照地圖或有些警官家 因為可以了解到說 如果他開始發號碼牌的話 那他就會庫存是滿的 然後到中午突然掉到零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這個不斷不準 它實際上是有害的 因為這個藥具就會接受 他接到手軟 就是因為大家都會指控他還是滿的 然後他就要不斷接受 號碼牌發完 人家就會質疑他暗槓啊 旁邊的藥具都沒有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你們要發號碼牌 那所以我們就是要 第一個立刻抱歉 立刻就去跟 就是鑰匙公會的朋友說 你們的社會創新是對的 是我們錯的 對不起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 這兩個社會創新者 中間是有聯繫的 像林宗的那個版本的地圖 其實有個鑰匙可以就是 寫推薦的那個 更好的做法的那樣子一個留言板 那當然裡面就是很酸 很多人生夢見過 但當你把資訊都拿掉之後 其實他真的有些很好的一些概念 留在裡面 好比上說 應該要回到綠路 分成兩個時段的資訊 一個是拿號碼牌子 一個是拿口罩 所以我們道歉之後 我們也是有能力來改善 所以我們一個禮拜之後 馬上就改善 變成這兩個問題的形式 那當然後來也有要是跟我說 其實這個還不夠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說這個當然不叫幫幫忙 但是呢 實際上還是造成費用 就是他們說9點到10點後 你想說發號碼 但其實9點開始可能就發完了 所以他只有40分鐘的時間 會接到分數的電話 那所以就是說 當然不是這個4個小時那麼多 他只有4個小時 有40分鐘的時間 那所以那我就說 那你什麼意外嗎 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要怎麼帶來 他說讓我想一想 所以他就想一想 但是後來我就接到這個想一想 所以他說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設計一個按鈕 放在後看 讓我們只要一按 就可以從今天的地圖上消失 這樣就結束了 所以跳到4點 就是4點 80二十分 一旦發完了之後 就兩十分一旦發完之後 一按 每分數都消失了 絕對中間 不會再有被 就是打電話來不生其老的情況 那所以我不要放在全面前 告訴我朋友們說 要不要實作一下 一下也有實作起來 所以從他的之後 可以是這兩個時候有創新 就是地圖部分跟號碼 還可以提供 就變成是 能夠就是彼此支援 而不是彼此理想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其實一插手 讓結果變得更糟 通常都是這樣 那但是呢 不是因為這樣子 你就不要插手了 但是你插手的時候 別讓別人來插手 別讓大家知道說 你如果有更好的想法的話 就算聽起來很離驚看到 或者是 就是從來沒有想過 或者非常是 就是 就是 別人覺得老洞大開了 然後就說 什麼電鍋 或是他雪酒 用來消除口罩 這些東西 但是 只要他走 這明明是對的 那我們只會 就會邀請那個 應該要來請你教授嗎 來這個 就是每天下午兩點 記者會解釋他的理論 然後只會他自己來試著 用一下電鍋 後來就會發現說 他們國家放在電鍋 你知道什麼身分 你們用過電鍋嗎 這樣不行 不過這樣也不錯 沒有記憶點 所以 總之 就是 就是你心裡來了 還是回到這四個字 大概就這樣 就保持一個快速的 別的內容 這個命令 好 那 有大部分的論述 但是 heeper在這裏 一樣 推動醫護 定位下的經驗 從來跟 正常常都是 體質之外的學習 從來有些事情 專注的投入 究竟對體質之外的自學 是不是對於生存有 額外效果之者 相關的經驗可以分享嗎 其實現在在台灣 已經沒有什麼體質外自學了 就是因為實驗教育三方已經通過了 所以其實自學或者實驗教育 不管是學校型態 或者是非學校型態 或是非學校型態 或是非學校型態等等 其實全部都是體質的一部分 它的差別就是說 一邊是需要管課方面 一邊是不需要管課方面 就是這樣 所以是有點像是 企業的研究部門跟開發部門的差別 就是實驗教育這邊來研究一些 我們本來在做課程中 沒有想到的事情 但是他們研究出來的東西 就變成新的課程 所以自發部的不好 等等這些想法 本來都是實驗教育在提倡 而就是慣性 比如慣性的 國民教育就是比較不提倡的 但是因為新課程已經通過了 所以現在所有的國民教育裡面 都是自發部的不好 這些本來就是實驗教育 才在提倡的這些精神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實驗教育它不是一個萬名單 就是說他們所有人都適合實驗教育 心理認同那個 實驗字號和你認同 你自己寫出來的這個課本 你課剛好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是很有效果 因為它就是讓你能夠提早 就進入一個好像處社會 就是自己的時間去 或者是自己安排這個情況 但是在這個前提底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從大學階段的 可能大學社會責任 YouStart 或者是甚至現在高中階段 有很多選修 加深加幅 其實也都是很於進出社會的這個方式 在進行活動 所以雖然我中間接近 事實上是越來越模糊了 但是我是覺得說 不一定要進去分 哪些是實驗教育 是自學生 哪些是體制內的教育實驗 因為現在在這個中間的資源 絕大部分都是可以分享的 所以再來是我目前的這個看法 那至於對於就是創新 或者新創 會不會有額外的效果 我是覺得說 如果是 我就是有參與實驗教育 不一定是 你本身是 就是投入實驗教育的家長 或者是學生 但是如果就是 你是在這個體制裡面 辦學 但是你願意把本來 只有社防的 或者批發解課的 或者其他校外教學的 不要講這些部分 很納入你的學校的科發會裡面 那這樣就是有一些實驗教育的精神 駐入這個學校的各種裡面 那這樣的話其實實際上 也就是在做我們叫 intrapreneurship 就是品質內創新 內部創新 那這個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的切身經驗就是 為什麼我可以自學 就是因為 當時我就是中二人 國中的年級的時候 就是 就是 很中二人 要去找我的校長 對 成國中的杜惠平校長 專校長 你跟我說我一定要念到 就是 高中大學 然後研究所 然後多時候才能夠跟 就是 有名的AI的超手一起工作 但是 我發現有個叫做 全球咨詢網紅的東西 我寫個email給他 他就回信 我們就立刻開始一起工作 可見就是 你剛剛講的那一段 是比較浪費時間 比較節省時間 對 那我就把那個email 給校長看 校長就看了之後 想了一分鐘 然後就說 好啦 你說得對 那你明天開始就不用來學校了 這樣一學那天 我就幫你處理 所謂的處理 就是我在我書裡 就算 像左在國 一直被拔錢 我現在追溯起步 因為我的意思是 就是在體現裡面 也是有教育實驗 也是有教育創新的可能性 事實上 就是那個經驗 就在我六小的生命中 種上一顆種子 就是說 我直到現在還是覺得說 全世界最創新的就是 廣物園 所以 這是我的個人經驗 分散 有11位朋友 想要支持 這位無理的 台北市政府 可能是因為他會寫 漩渦漩渦 對吧 標誌很重要 台北市政府 進行很多的新系統 開發 朝向所謂的儀化的方向 但是實際運作的時候 又面臨不開山倒海的 這個負面聲浪 像其他政府 可不可以對於地方市政府 想全面推行儀化政策的時候 給予一些專業意見 我感謝 好的 那我們這邊其實是有 就是一個叫做GPSG 政府數位服務指引 那這個是國發課 有的 連累數 在網路上面都有 那政府數位服務指引裡面 其實開創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發掘使用者的需求 確保說 在這邊是使用者需要的大家 是會 不是只是說好像就是 長官想要的東西 也就是說 使用者可能不是只有長官一個人而已 這個是很重要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在進行這些 你們就是系統開發案制設 我們現在都會很習慣 就是先去做 規劃跟設計的那樣子 因為我們 在以前 是 都是給系統成合商 然後 就是 復募式的就這樣做下去 但其實我們最近 四年了 就是我剛剛擔任證明 我們每年都有分實習生 就是 大部分是研究所 但有一些大學部的朋友 每年都有 所以就叫做 R-A-Y Rescue Action by Youth 就是 青年拯救公務員行動 瑞計畫 那這個計畫呢 從一年開始 是最扎根的 就是確保所有中央政府的網站 除了愛運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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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慢慢變成設計也可以用 到體驗變得更好 到今年開始 就是我們終於不是只是 就是中央政府 裡面有跟他們相說 可以是聯會醫院啊 或者 台中市的社會局啊 或者基隆市 可以市民服務大平台啊 或者基隆市政府 就終於開始 跟地方政府合作了 那這個工作 其實就是 最精彩的就是 就是我剛想要從 留學User開始 一筆定義 Wireframe 一筆針到一筆針 但是他們做到這一段 為止 其實都不在 Livestine裡面 他們做到這一段 其實是一個比較看守事 就是想要知道說 那怎麼樣子會比較好 而且你可以 開好幾個這樣子的案子 那每一個 可能從九萬到九十 九萬都可以 不要超過一萬個人 就是很麻煩 因為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就是 並行的開非常多這樣子的案子 然後不但可以就是 就是認識這個青年朋友 他有實習新的 而且人家可以 太對螢幕了什麼東西 對 那這些朋友們就是 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從你的這個角度來看的 這個新的系統 他不是為了抑化 而是為了讓它變成 就是更符合社會的期待跟需要 我指定 道理上說 這個當然一戰式 可能是很長期的例子 所以我覺得 就不許有網行啊 或許一個故宮的例子啊 後面上說我們的 就是朋友們去做 節奏會議之後 我們就把故宮這個購票的系統 因為現在這個已經進入 社會已經公開照標了 就可以展 那它就是收集了很多很多的意見 那這些意見呢 當然一方面是 我們透過現場的體驗啊 觀察啊 訪談啊 等等而來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我們後來就把所有會吵的朋友 都要到一張桌子 因為你如果是一個一個去談的話 那你就不免變成像是 像是 這條繩子這樣子的角色 就是說 那就是分組跟不同厲害的關係人 看經濟發展在一邊 和環境保護在一邊 或者是說科技創新在一邊 社會公平在一邊啊 那就是到最後就是 就是你就要承受全部的降低 然後還要保持不要斷掉 還要保持那些關係人 會就是繼續跟你訓練久 但是如果你把就是 大家都要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有一個好的支持團隊 有一個好的氣氛的話 那那個力量就不是發和的 可是能夠互相加成的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願意 就是幾次往語去討論說 那剛剛講到這個低解析度的這些原型 怎麼樣慢慢變成就是高解析度的原型 而且收斂出一些真的個性的東西 那所以好比上說 一開始他一直有一個霧景 就是說我們要一化這個 是他們之前是做過 一化這個入場的狀況的流程 但是長輩都很不喜歡QRQ 那所以呢 這個長輩到最後 明肯呢 值得去排隊 而且我們拿他們一點 辦法也沒有 就護工還是長輩為主啊等等 就是一開始很鮮落的這個症狀 但是因為我們是跨年人 從來就實際而是那個低音症的東西 後來就發現了 根本就是這樣子 長輩要那一張票 不是因為他不喜歡QRQ 那是因為他看完故宮之後 回去那一張故宮家的日記裡面 他會覺得他沒有來過 那他會覺得說那一張票跟 他是上面有故宮當期的展覽等等 那他拿會是說在看著上 可以去跟他的家人分享 可以去跟他的朋友分享 那如果感應QRQ出來 他只有一張稠稠的那種感熱紙 第一個他就覺得 故宮跟這個是不配 那就是故宮因為想感熱紙 怎麼可能配在同一句話裡面 第二個就是說 那這個都是沒有回去的 分享的這個社會價值 他不是不會用QRQ 他會用Line 他當然會用QRQ 只是他就覺得說 這個倒是很故宮啊 不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才搜到QRQ感應值 只要我們的話 這個如果去脈絡 你們不知道這句話 才是個意思 對的這種意見 所以但是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動線上當然可以這樣子 所以當他感應QRQ進來之後 他可以憑那個感熱紙 或憑他的手機上的條碼 去櫃檯換一張 這個類似像是他的紀念品的 這樣一個一張Ticket 那我們只要不要把他做 入場的票的票跟就好了 我們可以把它叫做 就是紀念卡之類的 那而且他可以放金啊 而且他可以個人化啊 因為就是如果是票的話 沒辦法個人化 但是如果是QRQ的話 他可以個人化啊 而且他還可以就是放一些 就是他實際有去看 他很喜歡看的那些產品 的QRQ 而且回去之後 還可以帶給他的家人 他家人掃的時候 可以跑到那個動物森友會 的那個小道裡面 那個故宮有做動物森友會 對的分享啊 所以他是一個歐土歐的體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數位化並不是無職化 到最後他還是有一張紙 可是他就願意先入場 再去拿那一張紙 那所以一開始那個 排隊的問題就解決了 因為我們最後的解決 是排隊的問題 而不是要減少使用紙張的 那個問題嘛 所以其實就是要解決 精確的那個問題 是非常重要 那就是我們的這種就是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考這個方式 尤其是在系統開發前 先去做好幾輪的這種 看出式的思考的方式 這個是已經寫在我們的政府 社會服務準則裡面 而且有一個字評表 而且還有 如果你想要用別代的方式 明節的方式 開一個專案 而不是用貨物的方式的話 我以為有些代表可以參考 所以都很歡迎大家來參考 有一位小臺師跟10位朋友們問說 鄭偉您對越南正會想到台灣天才IT大臣散法 想請問鄭偉公務員在公務繁忙之余 如何充實自己提升自己能力 擁有創新的想法 並且能夠付諸於業務當中 那當然一方面就是說 我其實就是一直要跟日人講說 我其實不是IT大臣嗎 因為IT是把機器跟機器留起來 但是一種科技技術 那數位是法研根源的人情 那是一種文化 那這兩個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們已經有就是科技部產 我們有科技回報等等 那這個科技的部分跟數位的部分 當然數位是加在科技上 但是並不是說 數位就是法式器跟機器的原型 那當然還有就是說 我們是個直接安全的共和國 就是沒有國軍 沒有國軍當然也沒有大型 那但是沒有關係 就是反正就是有點像 是因為我自己的索文通跟計畫書裡面 那個索文通的關係嗎 就是沒有關係 願意的去進行二創三創 等一等 反正我已經拋棄我的 就是肖像群跟著作群了 所以他們怎麼講 那最近在日本的已經有三本 就是以我為標符的書 那甚至裡面有兩本書 是以我為作者 那但是其實我都沒有手感說 而且他們出版型我也都沒有看過 竟然膽敢這樣子做 就是因為我的所有的主資料都拋棄掉著作群 我這種CC 所以他已經預先知道我不會靠他們 那所以我當然還是有就是經過討論 所以他們是所謂的編輯著作 那但是實務上面就是我並不是真正印象的著作人 那我為什麼吃這麼一大堆 就是重點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工作它在很大的一部分上面 你不是只是給你的同事跟長官 而是你透過像CC授權 像太方原始碼等一等的方式 它變成一種素材 讓任何人都可以創造的話 那雖然一開始的創作 大概不會是如你所想的 包括那時候我一開始在制定這個CC授權 那你實際上也可以欣賞 那或者是 會做什麼什麼 什麼 唐鳳貨台灣沒笨 或者他們也沒有問過我 當你事先承諾不告人這樣的時候 然後走到就會有各種 就是非常天馬行空的主意出去 那時候只要帶著欣賞的朋友 就可以確保說就是沒有怎麼念作問題 那一旦沒有念作問題 其實相信的想法真的就是遠遠不覺 所以我們常常就可以看到說 我的竹子寶公佈之後 到底想說我記得四年前 剛入別的時候 電競到底生不算一種運動 那就是體育術啦 體育術說不是啊 他你知道沒有動到身體嗎 所以應該是說 我們話 我話不出沒有反應的傳統 就讓我們這地方 應該是經濟部門業局的軟體 經濟部門業局 那個我們從來沒有管過運動選手 的球場是我們管的 那但是運動選手還是體育術 那這個總是就是在這種三部分 Vitualism管理的狀況下 那因為我拋棄標出頭的參賽者 我把這整個協調會 就是大家的想法 所有的全部都公開 那公開之後 就收到什麼呢 就是很多像巴哈姆特 或者是Moco01 Moco01 T 雅虎電競 LL版刺PTT 或者八卦版 應該還漏來很多吧 很抱歉我沒有講到你的話 但是無法如本就是這些專業的舞蹈 結果提出了很多很棒的想法 我朋友其中就有一位講述 他主張述圍圍圍圍是一種回合制的電競 因為現在圍棋都是在網路上面 嚇著電腦嚇著敵人好等等等等 也是成立 所以文化圖所有關於圍棋的這種記憶表演 等等這些東西 它不能大小演啊 不能說回合制的電競使用 即時的電競就不適用啊 那個都是拿回來跟文化圖主義 你說你這個網友這個想法有道理 跟他問一下圍棋會想想 也沒有道理 所以到最後我們就說 他就是記憶的文化的表演的專業的工作者 那這樣子的話不管是哪一個部位 都有一些現成的方案可以去提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說 那個PTT上的這位商民說明就是成敗人 但是我們要整去爭議這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它是法理主流血 任何人都可以看 看了之後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意見 提出意見之後我就把警察好都去掉 然後拿回我的童物神 看起來就好像我很瘡心 但事實上都不是我的臉子 就是商民看到我的討論的過程 然後給你出了一些想法 再來就是這樣 因為這位人們有沒想要知道說 因為這種經驗傳承 或者在私訓後公務員都非常重要 但是自從進來的市府 之後對於局處之間的公路流動 也有能夠經驗 也有此民族的公館流程 所以有一種惡性巡懷的感覺 那當然這個我們公務員也是市民 所以讓也身為市民的網友很擔心 那有什麼工具或者是方法可以更有效的推動 而是更有效的傳承 我們自己在我們的行政院就是PTS 我們的辦公室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並不堪斥公布的動力 那任何的部位都可以派人來我們的辦公室 但是他也不是由我慣考 他還是他本來的不會在付他興趣 而做他本來的事情 那我到底做什麼呢 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確保他 work out loud 什麼叫work out loud 事實上是有一本專門的書 可說大神工作好 就是大神的工作 就是他的工作的性質 必須要是不怕別人知道 可能只怕別人不知道 對那種工作性質 所以現在我防護都沒有陪人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只要社會部位派人來了 那但是這個國防部還沒有 然後如果外交度在一年之後 就有派人來了 那就是處理公眾外交的整個部分 就是外交裡面有就是 官選部派人知道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辦公室裡面 我們用的就是這套系統叫做SIM-START 那它的方式在EY-PPIS-TW 那這個其實是任何人都可以來使用的一套 我們軟體系統那只要是公務員就可以免費的註冊 那在這個上面呢 基本上就是我隨時只要這樣一打開 就可以看到我的同仁哪些在線上 那些不在線上 誰正在做哪些事情 然後之類的 那所有的這些呢都是任何人就是來我們這個辦公室工作的人 都可以立刻看到的 那所以好比像我們剛剛講到的那個瑞智的話 他就是現在就是正在處理他的第五期嘛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說 好比像說剛剛的那個情貨展現 到底進行到怎麼樣啊 安全都必然 所以這樣子的做法其實就是因為我在哪裡上班 都算上班 這是我的工作的三個方式之一 那為了要配合這個在哪裡上班都算上班 那就必須要把每一個人的每一項工作的這個部分 都變成在線上的這個工作區就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不會進辦公室啊 所以如果我放在這邊的話 我就看不到我看不到怎麼幫你忙呢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算他中間有人體 就算是他中間有一些就是 就是他會讓他不會再派另外一個人來的情況 他只要看他的上一個人寫過的全部的文件 而且這些文件不是故意寫靠在旁邊 而為了就是微大 而是他在工作的過程裡面 他就不得不在線上都有成績 因為我們就是每個禮拜一一起吃午飯的時候 就是在關口啊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一一起吃午飯 是我們唯一的一個關口 就是每一張這個卡片 每一個負責的朋友 會就是出來講說 那麼多錢就是進行到哪裡 需要大家怎麼樣的幫助等等 所以如果你把你們的工作流程 叫做Minutes of Work 就是把留下記錄這件事情放在流程當中 然後挑一些非常適合的檢索 甚至微檔後可以立刻檢索到的這些 其實也是免費的自由的這些工具 而不要說硬去把一些這個 不是設計來做這個使用的軟體 然後就像說Line啊 來讓他來這邊就是承受這個不太 就是他本來不是設計出來的 就是用的這樣子一個功能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就會很容易的傳承 很容易的交流 因為對大家來講 只要在工作的過程裡面 他使用這些工具 他自然就可以多加一些 事後很容易解鎖的這些危機哦 那而且呢定位也很重要 就是Citizen New Block 就是所有的使用者其實也同時是開發者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系統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說大家基本上就是在外面 看到的軟體是好用的 大家就來用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呢就是有很多的應用程式呢 其實根本是我們同樣自己寫的 他也不需要就是很多的那個資安的測試 或者是很多的系統整合的這種 訓練 因為在這個上面就是SenseStone系統 他本來就已經這個確保了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每次的聚餐啊 或者是我們到行政院附近 八十塊錢可以買得到的便當啊 都已經開得上了 所有的這些基本上就都是在這套系統裡面來 呃就是定義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 呃就是 兩人都不是便當啊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自動代入我的名稱哦 而且也會記得我上次的 呃想喝什麼 哈哈哈哈 然後一下子就可以進行一個團購 就活動 所以就是 呃因為他底下的這個系統 已經在資安上競爭是沒有問題的 那他當然這個也沒有什麼個資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就可以取代掉很多在外面 必須要開一個通貨縫啊 你再讓裡面發行投票啊 等等這些事情 那因為這是自己寫的嘛 所以你要加公民 所以是想到了就可以加一個公民 所以像這種就是 那任何公民有創新的想法就可以實做 而且 立刻就可以分享給其他人 而且 還沒有資安上面的風險啊 那這個也是 呃不是說跳過層層公文流程 不是說有些事情 當然就不用跑層層公文 你自動的在這種方式上面就已經解決了 那這個我覺得才是真正的源頭尖量啊 所以任何就是 跑層層公文 想要讓他跑得更快的 可能都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因為他那個層層公文在那邊 是有他的目的 就是讓就是每一個report line 上面的人都有機會 就是完整的想這些事情 但是那就是在修煉的階段 發散的階段 如果你都有做公文的話 那其實沒有人受得用 所以發散的階段就多用這些工具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有九人可能問說 欸產業轉型 請問趙瑜估的看待 目前的疫情之後 可以有哪些轉型的契機啊 你覺得要做一些對供需 或者消費者有幫助的 才能夠帶動轉型啊 或者是創新 但是市府或者團隊的氣氛 或是產業相當的難以推動啊 我們自己在就是防疫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觀察到說 台灣的情況跟大家都 跟其他各國都不一樣 這個是事實 但是這個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未必要就是充給別人 去充那種 好比像說大家 每天多少時間是能在台灣的前面 因為你一定贏不了 同學真的在同學的人 所以大概就是 可以不要做這種事情 就好像說 我們行動支付 我們批評的是說 在多少的地方可以用行動支付 而不是說有多少他的這個消費 真的是用行動支付 這是同一個道理 因為以後你是要拼後折的 那你只要做兩件事嘛 一個不要抓假鈔 一個是 可能便利上去不能設置一段金 那只要這兩個政策下去 那當然這個行動支付 立刻就是做事情 吧 而且這個是毫無意義的 這個就有點像剛那個 不公的那個一開始的夢想法 就是逼大家去適應 對大家根本就不想實驗 而且說真的沒道理的那樣子一種 服務流程 所以我們這邊的想法 一直都是說 我們如果是讓大家的生活 因為疫情 就是讓大家看到圓距是不錯的 那我們的這個圓距是可以補充 面對面的路子 但它不是取代到面對面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想 投票使命就是設計 一開始設計成跟 就是我們的連續出房間 一樣的這個流程 因為這樣大家最相信 就是信任的提到是 那後來在 就是便宜上面就是設計成 就是跟叫避假稅 或者做得稅 一樣的那個流程 那原因都是因為 我們希望有一個安全感 就是這是有新的資訊應用 但它至少在資料搜集上面 是讓大家有安全感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的具體建議就是說 這就轉型化的創新 我們作為創新的意思就是說 是產業這邊被浪動 但是它是來符合社會的需求 而不是另外一種破壞式的產業創新 是你要動社會去符合產業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是 當然這兩種都有 那我也不是說做硬產創的 因為我們這邊畢竟是設創中心 所以我們在這邊想到的事情 大概都是所謂的appropriate technology 就是適合當地所使用 而且可以由當地願意的去改作 去活用等等的這些科技 那這樣的話才不會有狀況 像由上而下 逼著大家一定要去改變自己的 上環境的科技 而是說你就是分享出一些工具 那像我剛剛分享的在用作的工具 到這有有沒有用實嗎 有說真的我也不知道 那但是如果你用了一下 然後可以省一點力氣 那你大概也可以想到的是 我本來沒有想到的用法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這個創新 它就是一個影響來講的東西擴散的 而不是說由上而下 我想說只能用這種方式創新 其他都算創新的做法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 還是要帶動這樣子的一種氣氛 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夠阻止 後面的影響出來 比他更好的這種創新 而不是說好像就是一個人 所以你看它的創新的想法 就變成了之後 我們讓所有人和地球 來配合的 大概是其實文化上面 我們是在繼續做這樣子的文化 當然工作系統 推廣的地方是 當然可以啊 我們就是Sandstorm Sandstorm這套系統 Sandstorm這套系統 對呀 第一個地址 Sandstorm.io 那是本來就可以使用的 那我身上我們也有做一個手冊 所以Sandstorm如果再加上 我們的Vis 或者是Sandstorm教學 之類的話 對嗎 就我們常用的工具 就有一個引導手冊 那在這個引導手冊上面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 知道要怎麼樣來使用這套系統 那它是 就是資安處已經沒有簡稱過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資安上面的問題 好的 那有機會可能問說 算是因為 在討論委員進到公務門之後 一直都要保持創新的心態 來面對許多問題 到目前為止 通過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那這個困難 是不是已經解決了 好的一個問題 我之前就是碰到最大的一個困難 事實上 除了就是那個口罩實名制的 技術部分和泡碼部屋相衝突 布成分 很麻煩 但是已經解決了 這個是一個 Demic,在那個之前是Infodemic Infodemic也是不可能 那時候2017年年初 我在院會上面提到說這個要快速公開,結構化 那就是要讓表演傳播的速度 不要比真相傳播速度要來的快 所以我們要想盡辦法 用一些可愛的落空的方式 就想辦法讓真相本身是很好玩的 所謂的Humor Overview 那當時我看過是同人也有跟所有戶櫃的 看過是否有落人分享就是怎麼做的 就是means 那就是迷因風塵啊怎麼做等等 那當然有一些什麼故事 他是確實有這方面的能力 但是在2017年的當時 其實並不是所有戶櫃都覺得這個這套 就大家都覺得是用這套主題 但是就是我們可以有一些 就是微想暴露 不是很願意來使用這種比較搞笑的這種方式 來進行政策上面的溝通 那所以在當時當然就是一方面在民間 有些朋友覺得說 那你要做好比像說 我當時我也對著主張 就是說民間如果有第三方的運用來吧 這些事實際上就是故意的 然後造成害處的這些不實的訊息去進行澄清 我們不是下載 而是說我們在分享說在底下加上一個說 這個訊息由北京中央政法委獨家贊助 這樣子的這種訊息 那這是事實嗎 所以我們也不是說我們誤蔑他們可以怎麼樣 就是說我們只是希望說 就是大家在臉書或什麼其他的平台上面 每次如果看到好比像說像什麼 什麼相反暴徒的酬勞撲滑 殺警罪報給兩千萬的時候 能夠了解到說其實路透社本來的照片 完全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他其實說有少年的示威者 所以說這個 這個13歲小暴徒 什麼獲得了三萬塊 什麼之類跑去買iPhone 這個東西就是事實上就不是路透社當時的 就是標題嘛 那當然首先偷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長安建同學嘛 那就是中央政法委 那所以當時我的主張就是 那我們還notice很考慮 就是發現這件事情 民間地參考部門真的 檢證出來說 事實上報告204 他真的是個中央政法委首發 那這樣的話大家在分享的時候 就是等一下多一卡字說 這個是中央政法委首發 請看關事實上的中心 那在當時2011年提出這個時候 哎 那會不會是侵犯用的自由 會不會是一種變相的就是 你知道插稅表 警鐘之類之類 就是在外面的這些擔心 那在裡面就覺得說 哎那這些是不是說 哎都叫個社會部門做 社會部門真正做得起來嗎 那幫部門真必要好就是用 這麼快的速度來回應嗎 就是很加重我們的負擔 所以往外往內 可能都在當時有相當大的方向 不過還好就是說 因為我的創新的方式 就是我給建議你們 那這個建議 如果下次覺得負擔太高 太浪費時間 或者是會影響故事 但做不做 沒有 所以就是有些物流挺進去的 這部分沒有 但是他們就隨著時間過去了 那當然可以要外面發明什麼 事物品還真的只有這一套 可以有效的在不侵犯 在你們的自由的方法之下 來進行討論 那後來我們 衛福部的開明證 和聯合人 剛好就是家裡有這樣的職格 那所以 就是每一次 指揮中心開完經濟會 他就越來越來越瀑布也好 他就走給家 然後拍一張新的照片 甚至都不用付錢給主婦 對 然後他就可以 就是有遠遠不決的程度可以用 那所以 這個當然 就帶著我們的解決 也解決了Pandemic 對這是這個旗艦 旗艦拆拆拆 那我跟國外分享 就是說你知道 這隻狗狗是在提醒你說 為什麼要戴口罩 因為戴口罩可以保護自己 不會嚇到吃熟熟 那嚇到吃熟熟就是 那就是你摸這個表面啊 什麼之類可能會有病毒嗎 那如果沒有用鐵罩洗手 就碰自己的臉 會對自己不好嗎 所以戴著口罩就是 不要自己傷害自己 那是跟別人都沒有關係 不是外國技術常常說的 什麼儒家思想 什麼之類的這些東西 那其實戴要自己的想法 它真的是普適的 就是在全世界都使用 那這個代言人 也是普適的啊 所以就是 部分你的名詞 部分你的正當情商 大概都會分享這個 所以到最後 這個訊息的R值 就是平均音樂會分享給誰 比所有其他訊息都高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才真的很有效的 就是把這些remoto 什麼等等化解掉 所以當然從2017到2020 也花了三年的時間 大家才發現是這樣子的照號 那但是我是覺得說 這個等待是值得的 那這個困難看起來也是解決了 好的 那最後就是有些朋友問說 最後我加入OGP 政府的規劃是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公務員 可以在植物上面做的事情 當然是有很多 我們在就是OGP的規劃 它是 如果你現在是找開放政府 這四個字的話 就可以看到國防會的專區 那我們目前 如果在年底之前 就有個定情願院的這個部分 那立法院也有開放國會的部分 那兩個都非常歡迎大家的參與 那很多的條例都是在 就是G01的那個頻道上面 發聲音 開放都會有他自己的slide 那如果也興趣的話 都歡迎加入 好 那我們時間到了 那有其他朋友問說 你不可以跟我合照 我會保持安全距離 可能我們只能發合照 因為我跟郭特勤進入 還有一場會議 但是我現在就不單靠時間 我就坐到中間了 就是就是有個 趕過來開的大風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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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